一千零一夜 白海梦中求婚 因为她变成了植物人 一千零一夜这部剧 相信大家也是看得心情起伏不定的 从开始时的脑残少女追星剧 到中间的各种秀音爱 带到最后的阅恋情深 剧情发展简直像过山车一样 永远不知道下一秒 编剧又会用什么样的 新招来给白海和七七制造矛盾 不过不管这个剧情是怎么样发展的 也不管大家对这部剧 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看 再有两天这部剧也要结局了 所以大家也特别的关心 最后结局的剧情会怎么样发展 毕竟还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剧情 比如白海木兰联手对付威廉 白海求婚和一众配角 最后的结局需要交代 本来一千零一夜是在二十二号晚上就要大结局的 毕竟街档二十三号播出的 就是陆寒和关小彤的甜蜜暴击 不过依照芒果台的一贯套路 大结局总是会突 而现在看来就是证明了这一个事实 在之前的预告当中 就有关于一千零一夜大结局的剧情 白海是一定会向七七求婚的 之前也想过为什么白海是要在梦中向七七求婚的 但大家都以为只是因为梦中的场景会更梦幻一些 况且在梦中求婚和这部剧的整个组织还是非常契合的 但没想到今天的剧情就给了大家一个深深的暴击 当时白海和七七正在通电话 白海在电话中对七七求婚说 嫁给我好吗 倒数十个字 我就会从天而降 然后七七就闭上了眼睛数起了数 一个又一个的数字 却是这么讽刺 在数到三的时候白海就被赶来复仇的威廉撞飞了 虽然这个剧情确实是悲伤的 但想到之前白海说的他会从天而降 还是让人不由的想笑 虽然场景有些模型 但其实白海确实是伤得很重 白海和七七身上的血 看的人都有些触目惊心 从白海的车祸再看求婚的场景 很有可能白海是一直都没有醒过来的 这种程度的伤变成植物人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且预告中陈默和周心妍都有小孩了 白海却还是没有醒过来 两人通过好梦守魂在梦中相遇 这种场景真的是浪漫中透着悲伤的 虽然知道最后白海肯定是会醒过来的 但还是觉得很伤感 其实这部剧虽然热度很不错 但剧中的很多也都是观众们没有办法忽视的 前半部分的剧情很新颖 感觉能有这样的剧情真的很少见了 但没想到编剧只是把所有的狗血剧情 都安排在了后半段中 白海和七七和好的很莫名其妙 白海的实力也是忽上忽下 前一秒还什么都搞不定 感谢观看